大家好,我是小马哥,今天带大家看一部印度犯罪剧情电影《无所不能》 故事是这样子的,男主罗汉是一位盲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对生活充满自信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感到自卑 相反,他利用了这一点,拥有了超越常人的嗅觉与听觉 成为了一个善于模仿声音的配音演员 独自一人就可以为整部动画片配音 他还能帮邻居家小孩修好吊链子的自行车修好后还能溜一圈 通过气味就能准确确认出邻居是谁 那么从某种方面来讲,他的生活已经超越了一些正常人 这天在朋友的介绍下和同样身为盲人的女主苏亚相亲 初次见面苏亚就表示自己完全可以生活的很好 不需要通过婚姻来找个照顾自己的人 但罗汉对他的话并不以为然 他知道苏亚想表现自己自信的一面 但其实是想用自信掩饰心底里的自卑 于是罗汉开始主动接近苏亚 在苏亚弹琴的地方两人载歌载舞 就此二人的感情火速升温 在经历了一场商场失散后 罗汉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苏亚 他大胆的向苏亚表白并求婚 两人正式确定了关系 并开始一起畅想共筑爱潮 此时的二人虽然看不到光明 却生活在光明之中 但在一次晚上回家的路上 他们迎来了真正的黑暗 他们遇到了当地有名不学无数游手好闲 臭不要脸的富二代二狗和跟班三狗 二狗早已垂涎苏亚美色已久 这次直接在罗汉面前调戏起了苏亚 愤怒的罗汉教训了他 然而噩梦也就此开始 牙子必报的二狗和跟班三狗 趁罗汉不在家 对苏亚做了禽兽之事 回到家中的罗汉悲愤交加 他报了警 但由于妻子是盲人 虽然知道是二狗他们干的 但看不见呢 所以现在体检报告非常的重要 可是警察这边 被二狗的立法会议员哥哥给收买了 说好带他们去医院 却半路直接将他们关进了废弃的仓库 并在第二天将他们丢到海边 好不容易来到医院 却被告知已经错过最佳取证时间了 就这样 警察因为证据不足 无法立案 二狗三狗 逍遥法外 这是罗汉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无助 妻子受如此欺辱 自己竟无能为力 现在不承认自己是弱势群体也不行了 不是靠信心就能撑起来的 虽然罗汉和苏亚决定一起面对共度难关 可是当罗汉又一次下班回到家里时 竟发现苏亚已经上跳自杀了 在苏亚的遗述中 罗汉得知二狗三狗又来找苏亚了 并表示以后想来就来 不堪其辱的苏亚最终选择了自杀 更可恨的是 二狗的一员哥哥竟然来威胁罗汉 告诉他不要做无谓的抗争 把嘴闭好 活着不好吗 吃排骨不响啊 愤怒到极点的罗汉 反而冷静下来了 他找到警局的警长告诉他 我不是来祈求你的帮助 也不是来恳请你主持正义的 我只是来告诉你 我的复仇开始了 就此阳光快乐积极向上的男主罗汉 彻底黑化了 他来到二狗和三狗的酒吧 录下了他们的声音 利用自己模仿声音的天赋 他先是挑起了二狗和三狗家人之间的战争 但怎奈二狗战力还挺高 反倒干翻了三狗的老爹 又由哥哥出面摆平了此事 计划失败 罗汉改变策略 直接将目标锁定了三狗 他模仿二狗的声音 将三狗约到酒吧将其机上 随后他又模仿警局警长的声音 将二狗约到了之前囚禁自己的仓库栋 埋伏在门后 抡了二狗一棍子 但没想到二狗还挺遵守交通规则 带了头盔 之后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理论上罗汉肯定是打不过二狗的 但反派爱装逼的铁律 到什么时候都是不能改的 就这样二狗被罗汉制服了 之后罗汉模仿二狗的声音 打电话向二狗的一员哥哥求救 利用二狗哥哥就地心切的心理 引爆了仓库 最后用自己的声音 约了二狗哥哥见面 他先是设下陷阱 干掉了二狗哥哥的保留 之后两人撕打到高楼边缘 罗汉抱着二狗哥哥一同跳了下去 但罗汉早已绑好了安全绳 至此罗汉完成了对所有人的复仇 而警长到最后 也没有查出罗汉犯罪的证据 这个咱们得理解 在他们那儿有可能查不出来 但要放到咱们这儿 分分钟就给他破案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谢谢观看 拜拜